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赚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 和我们军销历史人物列传 那么从这一集开始呢 我给大家讲一个隐身的话题 这就关于 香恶西洪湖苏区素反的问题 上一集我们讲到了 在素反中被冤杀的 黄埔一席毕业生孙德青 我之前曾经说过 极大苏区的素反 他们既有相通之处 又有各自的特点 那么香恶西苏区 及洪三军中所进行的素反 时间之长 乌杀同志之多 后果之严重 是超出了中央苏区 和鳄域管苏区的 我们在认知 香恶西苏区素反问题的时候 会产生很多疑问 这些疑问 单靠把素反的主要责任 推到下西的身上 是解答不了的 我们在认知历史的时候 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 无论它是好还是坏 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 都会有它起到的作用 和它需要担负的责任 这里面的责任 不是有无的问题 而是大小的问题 再有一点 所有的历史 它都是一个持续性的发展过程 我们不能片面的 孤立的去看待 香恶西苏反 只从下西到达 香恶西苏区之后看起 只有全面的了解 香恶西苏区 它诞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我们才能全面和正确的认知 香恶西苏反 另外 关于下西这个人 我们也不能单纯的 只看下西到达香恶西 发动苏反以后的表现 只有全面认知 下西的人生轨迹 我们才能够理解 下西在香恶西苏反中 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心态 那么首先 就从香恶西苏区 它的诞生 来给大家讲一讲 香恶西苏区 它与其他苏区不同的特点 那么一说起香恶西苏区 说起鸿湖苏区 很多人第一个反应 就是贺龙贺老总 那么的确 贺龙贺老总 它是香恶西苏区 鸿湖苏区 一杆旗帜 也是非常鲜明的一个特色 但是 关于贺龙贺老总 这个特色 应该如何去认识 这会直接导致 我们对香恶西苏区 认识的正确性 准确地说 贺龙从来都不是 香恶西苏区的决策者 香恶西苏区的决策者 是先后担任该苏区 最高党领导的周一群 邓忠夏和后来的夏希 在红军时期 大多数的苏区 早期的建立 都是中国共产党 依赖地方党员的私人关系 去号召动员群众 那么这些被动员的群众 大部分只着眼于 地方性的切身问题 而并不是真正懂得 什么是土地革命 甚至搞不清楚 共产党是什么组织 只是香恶西苏区 贺龙贺老总的特色 比较鲜明 其实在厄远苏区 最初黄马起义的 那批领导人 大部分都带有着 强烈的地方色彩 而中央苏区 最早期井冈山根据地 王左袁文才 也是另外一个 非常明显的例子 那么这种 带有强烈自发性色彩的 群众运动 它与土地革命 需要一个融合的过程 那么中国共产党 能否在这些 自发性的群众运动的基础上 电力苏区 要看它能否成功的改造 这些自发性的群众团体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香恶西苏区 早期的发展 深受其苦 早期香恶西苏区的发展 是以周一群为中心的 关于周一群的 具体情况呢 我们在《市区牛人系》里边 专门有一集 讲的就是周一群 周一群 黄埔二期 他的政治工作 和宣传工作能力 是极为出众的 在北伐军政治部 他是周恩来的 德力助手 后来 他为派到了贺龙的二十军 让他帮助贺龙 帅领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 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周一群的评价很高 说他是个很正经 很不错的人 他在贺龙市里很有影响力 也影响了贺龙本人 那么关于贺龙呢 当时中共中央 有人认为 他与共产党的合作 是十分真诚的 但也有人警告说 这些旧将领出身的人 他们可能把整个共产党 连同共产国际 装进自己的口袋里 他们会出卖我们的 这两种看法 都有他一定的道理 只是因为我们知道 贺老总后来的人生轨迹 所以才认为 第一种说法是正确的 但在当时 经历了蒋介石 张发奎 冯玉祥 这些先是合作 然后又举取屠刀的 背叛之后 中国国人党 是不可能轻易的相信 像贺龙这样的 旧将领出身者 那么南昌起义 失败之后 周一群和贺龙 回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当时中共湖南省委 正在筹划 利用贺龙的关系 号召贺龙的旧部 在湘西北地区进行割据 中央通过了这一计划 当即决议 派周一群贺龙等人 协同湖北省委领导郭亮 一起赴湘西北地区 组织湘西北特委 1月28年1月 周一群贺龙等人抵达了武汉 当时湘西一带大军云集 周一群贺龙等人 没有办法通过此处赴湘西北 所以湖北省委 当即决定周一群贺龙等人 赴十手 偶十口 会合贺龙的旧部 贺锦斋 同月下旬 周一群贺龙 与贺锦斋部 在监利县境内会合 监利 是日后 鸿湖根据地的中心 20世纪的监利农村 是以贫困著称的 有一种说法叫做三农问题 什么三农问题呢 说那里的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 农业真危险 导致三农问题的一个原因 就是政府错误的政策 与官僚的贪污腐化及压迫 这在20世纪 20年代的恶中恶西农村 相当的普遍 自称曾经当过土掠团总 日后在湘恶西地区 担任行政督察专员的雷孝岑 他曾经认为 要成为一个土豪猎身 是以能够出入宫门 接近官府作为先决条件 这样才可以威胁人民 横行相礼 土豪猎身和地主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 土豪猎身一般都会是 地方上富裕家庭出身 但是地主并不一定都是土豪猎身 当时农民的灾难 主要是因为军阀政府 与地方土豪猎身的勾结 而不是作为阶级敌人的地主 和农民之间的对立 湘恶西地区早在1927年之前 就有共产党员在建立 缅阳等恶中南的县份 进行活动 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 中共党员曾经在湖北各地 广泛地建立了农邪等群众组织 但这些群众组织实际上 并不是建立在群众的信仰 与觉悟的基础上 大部分都是依靠政治军事力量 由上而下所建立 而且许多组织的领导人 就是农运所号召打倒的对象 土豪猎身 像是缅阳等县的农邪 就由秀才老爷所盘踞 1月27年7月 武汉分共之后 中共湖北省委 依据中共中央八期会议 之后两湖暴动的指示 号召全省发动秋车暴动 其中汉川 天门 缅阳 坚立 等县被划为鄂中区 派唐鹏九前往工作 不料唐到后 并没有着力于发动农民运动 而仅是从事与土匪 红枪会 以及军队等 寄存的武装团体联络 湖北省委对此相当生气 就派了王平章 与萧阳湖 两个人去负责工作 其中萧阳湖 负责鄂中南部 缅阳 坚立 潜江 三线工作 当时中共 在坚冕两线的农运领袖 有熊川枣 邓池中等人 这些当地出身的党员 有的就是秀才老爷 加上身家之类 他们对于共产党武装暴动的指示 难免表现犹豫和胆怯 萧阳湖最初也把注意力 集中在发动 建立县城 警卫队 兵变暴动 而与共产党有关系的 警卫队队长 同样感到犹豫 共产党打算对外宣布 该队长 与共产党有关 从而逼迫他表明立场 与中国共产党一致行动 这一计划虽然没有下文 但是建立 绵阳地方的党员 好不容易 发动了一些武装行动 杀了一些土豪猎身 但这并不是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有阻折的行动 后来中国共产党 在建立 缅阳两线农民队伍的基础上 成立了 湖北缅阳 工农革命军第五军 由萧仁胡任军长 缅阳党员 楼敏修任党代表 在建立 周一群 贺龙 会合了来自 使手与化荣的 农民暴动队伍 以及李肇龙 领导的 使手中心县委 使手中心县委 成立于1927年11月 其委员就包括 我们在市区牛人里面讲的 后来 乡尔西根据地 重要的军事领导人 段德昌 另外一位呢 叫屈阳春 是湖北 使手人 屈阳春 与冯世华 是使手地区 重要的农运领袖 农民对其 极具信仰 在地方上 有阳逢两皇帝之称 事实上 类似于 屈阳春 这样的人物 在中共早期的 农民运动中 相当的常见 这因为 在早期的农民运动中 要依赖一些 在农民中 具有信仰 及地位的精英分子 去间接地 动员农民 而农民 大多数 也是因为 对于该精英领袖的信仰 而想的动员 并不一定就清楚 是共产党的号召 周一群 曾经不无感慨地说 鄂西地区的党 是利用几个 在农村中 有地位的同志 所谓的先生们 去勇敢地 号召群众 在会合了 尖利 缅阳 使手各方面的队伍之后 周一群领导的 湘西北特伟 曾经指挥这些队伍 在京河两岸 进行了一些活动 并于1928年 2月18日 攻打了尖利县城 但可惜失败了 队伍退往尸首 2月下旬 湘西北特伟 与地方农民队伍 在尸首交山河开会 会上 关于是上山 指的是去乡厄边 还是下湖 在厄西 这个行动方针 有过争论 因为地方党员 他所领导的农民队伍 是极具地方色彩的 自发性的群众团体 他们的主要目的 仍然是有着 保护地方人民安全 捍卫地方利益 因此 像地方农运领袖 比如说邓世忠等人 就不愿意率领队伍 离开家乡 跟随周一群等人上山去 后来周一群 曾经抱怨说 鄂中特伟 与缅阳县委的负责人 均无群众信仰 尤其是邓世忠 错误极了 大地方观念极厚 但这种事情 也谈不上谁对谁错 因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 类似的情形 在其他苏区也很常见 而且 这类由于地方主义 所引爆的冲突 常常成为后来 肃反的导火索 但由于当时 周一群等人的任务 是赴湘厄边地区 建立根基地 所以也顾不得 鄂中地区那么多 在江山河会议之后 周一群就协同贺龙 赶赴湘厄边了 1月28年3月上旬 周一群等人 终于抵达了贺龙的家乡 桑植县 洪家关 回到洪家关后 贺龙立即利用 他个人的威望 与私人关系 号召和动员 他的亲朋好友和旧部 成立一支部队 不过贺龙的回乡 也立即引来了 国军第43军 李灿部的围剿 在接下来的洪家关等战役中 贺龙部失利 周一群也因此与贺龙部失去了联系 回到了鄂西地区 该年7月 中共湘西特委代表陈歇平 带来了湖南省委的指示 将湘西北特委并入湘西特委 并将部队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随即 红四军就在湘西特委的要求下 赴石门县活动 谋取该县的政权 但仍然遭到惨败 红四军因此再度避退到 小岗边地区活动 红四军接连挫败了一个原因 就是该部队组成 相当的松散 全部是靠贺龙个人的影响力凝聚 地方群众甚至视贺龙为真命天子 但贺龙实际上只能驾驭几个属下而已 而这些属下也没有牺牲的决心 如此一来 即使贺龙贺老总 忠诚于中国共产党 也难以在部队中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指示 比如说贺锦斋 他对于中国共产党政策和指示 就相当的动摇 对于士兵的训练 以及宣传工作 也并不表示赞同 这就使得 红四军的改造相当困难 红四军后来吸收了新成员 也颇为混杂 这就更加增加了改造的困难度 在红四军避退湖北的时候 就曾经和当地某种叫做神兵的自发性群众团体携手合作 并且加以吸收 这是因为当地长期受军阀战争和科研杂税缩苦 所以当地群众结合起来 成立了神兵之类 带有浓厚的神权色彩的武装团体 神兵颇类似于红香会 其目的也是为了反对科研杂税 与军阀政府的压迫 是一种超越阶级的组织 领导者经常是地方上赋予家庭的出身 也就是阶级斗争中所谓的豪身阶级 而在湖北这些贫苦的农村地带 中共议党原来并没有太深厚的基础 因为早期中共共产党的活动 主要集中于武汉等大城市 所吸收的党员也多是在城市求学的知识分子 那么在贫苦的农村这一带 家里如果不是中总地主以上 是不可能派遣子弟到外地留学的 那么这些地主子弟在城市求学期间 受到革命空气的熏陶 因此加入革命 但回乡之后 能够保持坚定 明确革命立场的人很少 那么这批人中有一部分正是神兵领袖 透过这些富裕家庭出身的地方党员 所间接动员的神兵群众 他们对于共产党以及土地革命路线 并没有太多的认识 那么周一群在与贺龙失散之后 在1月28年5月回到了洪湖地区 这个时候 前江 缅阳 监力 江宁各县的团防 有联合包脚缅西的计划 周一群认为 如要打破敌人的包围 只有向外游击 可是当时地方党员 仍然深受地方观念的影响 如缅阳党员就不愿意离开家乡 失守公安的党员 则要求回家去革命 最后周一群就留下了缅阳游击队 独自保卫丧子 率领来自失守公安 化容的游击队赴失守活动 后来这一部分的部队 就编成了特务大队 由邹兹生任大队长 湖北省委曾经策划公安线的武装 进攻江陵重镇尼陀市 不过呢 中国共产党在公安 同样没有稳固的群众基础 只能依赖某些在地方上 有不欲望的精英分子 去间接的动员群众 而这些精英分子 也不必然对中国共产党 具有信仰和认识 比如说当时公安的一位 农运领袖江杨荣祥 他年近五旬 是当地的绅士 勇于剿匪 热心农运 暴动时才入党不久 虽然他愿意跟着中国共产党干 但却并不认知 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 其他很多地方党员 因为家屎之类 行动消极 攻打弥陀士一役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 是把这些犹豫不决的地方党员 逼上梁山 但是呢 这场作战 效果并不是很好 地方党员 在这次作战之后 地方党员 对党的策略 仍然是处于一种 动摇和犹豫的态度 后来省委 再度策划 该地暴动 地方党员 就出现数人 坚决反对 最后暴动 只能是无疾而终 再加上清香军的压迫 本来有四五百支枪的队伍 只剩下五十多条枪 退到了尸首 幸亏周一群 刚好从乡澳边返回 就带着剩余的这批队伍 去坚力 与邓驰中的队伍会合 一起攻下了风口阵 再后来 与缅阳的队伍分手之后 这个队伍就随着周一群 转回了尸首 改编为特务队 周一群在1928年5月 回到尸首后不久 驻沙士的厄西特委 就遭到破坏 书记张继楚等人被害 周一群文讯之后 立刻赶赴沙士 成立了临时特委 并将特委移至宜昌 7月中旬 湖北省委派代表万涛 前往宜昌 正式成立了厄西特委 周一群为书记 万涛为副书记 虽然厄西特委 是设于沙士与宜昌这些城市 但当时厄西特委的主要工作重心 仍然是在周围的农村地区 不过当时厄西特委 所发动的农民运动及团体 更多的表现出 传统自发性农民运动的色彩 而不是中国共产党 所领导的现代革命运动 例如在松兹 支江一都三县 就曾经爆发了大规模的 鸡民吃大户斗争 这就是传统自发性的农民经济抗争 对于这种斗争 共产党员应当打入其中 在斗争的过程中 逐渐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 以予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不料当时松 支 宜 三县的党领导 不仅不能领导农民 由经济斗争 走上政治斗争 甚至还故意避开政治斗争 有一次群众因为被团方压迫 自发了起来反抗 搅了四支枪 结果又把枪退还回去 以表示他们没有政治臭味 这在恶西特别看来 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另外 在江陵的层河口 有一个乡团 原来是由共产党所领导 后来有扶门势力 打入了该乡团 地方党员 精湘加入这个乡团 一方面是为了获得公资 另外一方面 则是因为信仰扶门 以至于党员对党的信仰逐渐消沉 对党的政策也听而不闻 总之 乡恶西苏区 最初建立时候的农民运动 大多数是依靠领导者的个人魅力 和他的私人关系 这具有严重的局限性 这种自发性的农民运动 既缺乏共产党的真正领导 也根本不了解共产党的暴动路线 他难以发展 也不容易维持 如果想建立持久的红色苏区 真正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 那么这些传统的自发性群众运动 转变为由中国共产党所控制的革命运动 就将成为 先恶西共产党所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而关于当地地方党员与群众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认识薄弱的另外一个表象 就在于当地地方党员和群众出现反水的现象 以缅阳县为例 在1928年10月以前 缅阳的搅供主要是由地方豪申负责 地方豪申在搅供时手段残忍 虽然也有一定的成效 但经常起到未冤趋于的效果 把群众赶到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边 10月以后 洪北省政府当局派军队前来围剿 军队采取的是软硬监视的办法 一方面清香 另一方面则枪毙了过去因为残酷搅供 而被民众怨恨的地方团防领袖李伯岩 还号召共产党员和群众自首 结果引来了大批当地赤色分子自首 根据鄂西特伟的记录 缅阳全线党员除了两人之外全部自首 对于这些动摇的自首分子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纪律 必须予以开除 可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缅阳的势力薄弱 如果与这批自首党员彻底割断的话 那么无法恢复工作 因此后来周一群又允许了这些自首分子 回到中国共产党 这一事件成为日后周一群 被控诉打击的理由之一 当然整体来说 搅供还是极为残酷的 尤其是掺杂了地方豪生 与本地民众之间的私人恩怨在里面 这就使得那些原本并不相信 信仰共产党的地方党员和群众 也更加的投入到共产党的怀抱 周一群后来就指出 湘西党尽管不能提出符合地方群众需求的口号 但仍然能够拥有大批的群众 一个原因就是政府当局和地方的土豪猎身 完全不和共产党争群众 只一味地用清香的办法 缅阳党员大批自首之风 并没有能够影响到临近的坚立县的党组织 原因之一就是坚立的土豪猎身 只知剥削民众 烧杀民众 而不知运用改良主义 这样当然加强了 赤区群众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 再者 那些被引诱反水的农民 在反水之后 仍然被迫交很重的枪款与捐款 所以他们反而会 想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不过与此同时 中国共产党也采取了极为残酷的手段 来对付白色恐怖 在湘西苏区早期发展的过程中 就出现了没有目的的烧杀 而且这种烧杀被视为理所当然 假使有人不主张烧杀 就会被骂为机会主义 如此一来就形成了所谓的赤白对立 而由于白区的豪身多居住于城市 共产党的红色根据地则以农村为主 所以赤白对立经常是以城乡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就使得地方共产党党员和群众里很多人都抱有毁灭城市的报复观点 另外不仅仅小恶西苏区 在中共各苏区早期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经常可以发现很多节奥部群的地方精英党员 他们常常为了维护自身与地方的利益 公然抗拒上层的指示 并且拒绝上层调动与改变他领导的队伍 这种情形在香恶西苏区早期的发展过程中也普遍存在 比如说缅阳的农民领袖邓世忠就拒绝周一群调动缅阳队伍 这就是一个例子 不过在香恶西苏区 这些节奥部群的地方精英在早期发展过程中 很多人都在政府当局的围绕中牺牲了 比如说公安的杨荣祥 缅阳的邓世忠 这都在1928年间先后牺牲 再向监力附加班的农民领袖熊传早 也在1929年初壮丽牺牲 这些地方精英党员的遇害 当然给革命运动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但它另外一方面 也可以促进党组织的更新 提拔公众分子 取代这些当地富裕家庭出身的精英分子 这更加符合中国共产党积极化的需求 这是为什么和俄宇晚苏区的肃反来比较的话 香恶西苏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 在日后肃反的时候 相对较少的是因为本土 与外来干部的冲突来引起的 随着政府当局与土豪猎身的步步进逼 香恶西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范围日渐缩小 但是内部却愈发的巩固 1月28年9月周一群秘密回到上海 党中央向他传达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示 同年秋周一群回到宜昌 当时香恶西地区各处都在围剿中国共产党 恶西特委与各地的党部也接连遭到破坏 周一群为了致力于恢复和联系各地党组织 于1929年3月6日 在江陵县沙岗召开了恶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 一方面向恶西党员传达了六大的指示 另一方面也改组了特委组织 成立了以周一群万涛为政府书记 钱定生曲阳春政治昌等人为委员的恶西特委 同时恶西特委又成立了恶西游击大队 下分两个中队 第一中队由段毅林彭志玉领导 以江陵沙岗为中心开展活动 这地区日后形成了白鹿湖根据地 至于原来在建立缅阳活动的队伍 则编为第二中队 由段德昌领导活动于洪湖周边地带 当时恶西特委的主要工作 就是发动农村游击战争 而这个时候呢 两湖事变爆发 恶西驻军大步调离 中国共产党抓住机会扩充自己的实力 在接下来几个月里 游击队先后打了几场胜仗 攻克了沙岗 毛家口 封口等大击阵 甚至还一度攻占了尸首县城 周一群不无自豪地说 在两湖事变爆发以后的五个月 游击队主要攻击对象是地方团防 总计作战大小数十次 从未打过败仗 随着军事的胜利 游击队获得相当的发展 1月29年7月间 游击大队改编为恶西游击总队 周一群任总队长 段德昌任参谋长 下辖三个大队 不过8月以后 恶西国军反攻 再加上根据地内部反水的破坏 江陵 使手 先后失陷 游击队被迫转往化容 洪湖地区活动 后来游击队反攻 使手 又曾经想过经缅阳到浅江江陵各县游击 还与国军大战于沙士 但是损失破大 因此只能再次退守洪湖地区 自此就开始了以洪湖地区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 但是群众与地方党员对于党的认识和信仰 以及党对地方的控制 并没有随着游击队与红色根据地的发展而深入 事实上这个时期 游击队的扩张 很多只是形式上的意义 如江陵 龙南区 有组织的群众号称有两万上下 但并不具备着坚固的基础 他们的形成是这样的 如果你能拉来三四十人 你就被封一个牌掌 如果能拉来一百多人 你就被封一个连掌 这样号召而来的群众 根本谈不上对中国共产党具有什么深刻的信仰和认识 更有甚者 游击队的行动 仍然充分反映着传统自发性农民运动的色彩 比如说在某次攻打封口镇的战役中 中途因为时间的关系而变更了计划 队伍中的缅阳级的士兵就大骂队长怕死 说他不是缅阳人 所以忽视缅阳的工作 这就是农民地方主义的充分表现 再比如说在江陵县龙南区附近的张家厂 是国民党元老张之本的家乡 张的姓氏在当地势力颇大 该姓好几个豪身 禁止族人参加共产党的农民协会 农民协会非常愤怒 派人去杀这几个豪身 不料在此次行动中 竟然有党员高呼 姓张的是反动派 见姓张的都要杀 这就引发了宗族仇杀 张姓族人500多人立刻返水 联合普吉冠的驻军进攻红色根据地 这次由于宗族仇杀所引起的赤白对立 这就是1929年8月以后 江陵红区彻底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很明显在这一时期 红色根据地和游击战争的发展 以及维系其内部团结的主要因素 是来自于赤白对立的仇恨报复 以及农民地方主义的传统心态 并不是什么真正的阶级觉悟 或者党的组织纪律 当时十首县党委扩大会议上就指出过 十首完全是小农经济自己的社会 阶级分化不明显 经济上没有很多的冲突 所以革命斗争不是明显的阶级行动 而是复仇的反应的扩大 事实上这一时期 像厄西苏区确实没有推动土地革命 这个情形与地方客观情形 当然是不无关系 当地主要是自工农占多数 分不出地主和电农 土地问题当然就无从解决 另一方面 中共六大以后所采取的路线 也缓和了阶级斗争 厄西特委在1929年5月的时候就指出 各地的富农态度目前多是倾向于革命 因为他们受到科典杂税的压迫 也同样反地主豪身 所以事实上不应故意做反富农的斗争 这显然就是六大路线的反应 不过1929年6月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以后 李立三路线上台 中国共产党对于富农的态度 越来越激进 这同样反映在同年12月 在十首原家铺召开的 中共厄西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该大会上 厄西特委宣称 富农虽然也参加了反军税 反豪身的斗争 但随时随地表现出 他们的妥协和动摇 最后就跑路到 反革命的堡垒中去 所以现实应该积极的反富农 随着反富农路线而来的 是对于土地革命政策的强调 根据中共厄西特委的说法 在厄西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 江陵建立十首三县 除了白军驻守的重要城镇以外 其余乡村几乎完全被中国共产党所占领 而该三县也都成立了苏外政府 并没收分配地主豪身 祠堂与庙宇的土地 然而对于阶级斗争的强调 不能不揭露苏区内部 所存在的重大问题 也就是过去苏区内部 党政军群的结合 许多纯粹是依赖于某些农民的传统习性 比如说复仇观念 地方主义 私人关系 以及某些地方精英的影响力 并不是凭借着党的组织纪律 和所谓的阶级与政治觉悟 在农民运动发展的初期 党的组织和基础 并不深入稳固的时候 这样的做法固然无可厚非 不过一旦苏区开始向外扩张 党的影响力开始向下扎根的时候 这些问题就不得不附上台面了 那么关于这些问题的表现 以及解决的可能性 我们下一集再给大家聚集讲 感谢观看